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皮 很高兴大家不知道这个什么时间来看到我们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一下雷锋 经常讲三月学雷锋 现在呢已经八月份了 我们还是要学雷锋 今天干什么呢 把这个路 这个道路两边的草给它去一下 因为都没人打理 以后这个草实在是太长了 以后我们今天说打算把它给清理一下 开车好好走一点嘛 然后呢走路也好好走一点点 现在呢都开始正式干活 我发现有点难搞啊 因为没有专业的工具 只能人工搞 那以后呢又是这个水泥露 刀又不敢用 怕把这个刀给碰坏了 这个路呢 它修的过程很这个波折 大概修了四五年吧 我们自己给了一部分钱 然后呢国家又给了一部分钱 我们大概每个人花了八九百块钱吧 我们村里面一共两百多 三百多三百多个人吧 三百差不多三百个人 然后呢八九百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多 因为呢我们在村的那头 在村尾那边也修了一条桥 所以花的钱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多 但是实际上这个路是花不了多少钱了 而且呢 斜呢大部分都花在这个陆地上面了 这条路一共应该有七八百米吧 差不多就这样子 花了我们只有几万块钱 所以还是这个这个可以的 组织动物应该要 组织的人拿起来 一个人太难了 所以现在的路要是没那么多 我以前的路要做 这个路要做的 我们会有一个人的路由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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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5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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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这样子,已经12点了 剩下的过两天再来搞 或者下午再来 现在先回家吃饭了 大家拜拜